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发在新田地阶455号 警方封锁现场调查 地下留有怀疑染血的布 警方说夜晚8点多接报 说一个女人叫救命 报清被人斩 背部有伤 她的丈夫头部也都被斩伤 警方到场之后 在大厦门内截停了三个人 包括受伤夫妇 之后拉了一个47岁男人 他报清菜单员工 初步调查相信三个人是认识 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在新田地阶的一个单位里面 这个单位就有一名夫妇在居住 期间他们因为感情的问题 就发生了一些争执 而有人就在单位里面 就拿了在单位里面的一些利器 就开始攻击受害人 大家都有些糾纤的 也有些受伤 这宗案件就和七一回归的活动是没关的 它只是一宗个别的暴力案件 受伤两人清醒送院 被捕的男人都报清受伤一同送院 案件列作伤人案 交由旺角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 为了配合发展收地 曾经有不少传统制作业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搬迁而结业 上水有一条自由村 村里面一间帐园面对同样挑战 随着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推展 上水鼓动的石仔岭村 预计最快春年年底就要收地 村里面有四间帐园 大部分前景都未明 这一间帐园还想做下去 但就没找到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命脈之一 就是我们的发酵房 这里就是在做黄豆的发酵 所有的 无论是醬油 醬料 都要由这里开始 我们现在这里的空气里面 都存在着很多发酵用的菌 属于这里的原居物 它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气温 一个湿度 他说这些菌搬到其他地方 可能会产生电化 从而影响了酵油的味道 另外也要预留位置给这些酵缸 其实这些缸 叫一间醬油厂有这么久 它就有这么久 起码都七八十年历史 他说与化学醬油比较 他们的醬油要天然生晒 最少要晒半年 才有足够时间发酵 在找地方搬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有没有地方生晒 搬进工厂 第一样东西就已经做不到生晒了 因为工厂你未必有天台或平台给你 搬一次厂 绝对是元气大伤的 无论是金钱上或者是人力物力上 全部都是非常劳斯动众 其实我未来的十年其实都是要用来 汇气 但他说未来仍然会积极稳地 将这个香港制造的家业传承下去 无线电视记者 蓝军瑞不斗 明报报道 经历反修例运动和新冠疫情 新一届政府积极对外说好香港故事 和加强内地联系 据明报案资料统计 特首李家超上任第一年的外访纪录 他到访内地和澳门28日 占他总外访日数逆七成 比例较前特首林郑月娥大增 被美国制裁的他也是回归以来 第一名就任第一年 未有到访英国或美国的特首 不过 纵观一纵司局长 出访欧美比例没大变 星岛日报报道 復常之后第一个七一假期 不少市民北上旅游 高铁香港段昨天 也都开通四川省长途线 增加洛山 宜宾西 和成都东三个新站点 有旅行社举办首发团往成都东 吸引一班团友参加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 和车务总监李家润 也都有到西九龙站宽送 成都东首班列车的乘客 并且向乘客致送小礼物 气氛热烈兴奋 先有食一会儿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公布售分名单 一共有403个人 获班售分下不同家长 也6月创鑽石山 荷里活广场斩人案当中 试图阻止移空私集的市民 何绍辉亦都获受分 获班最高荣誉大纸经分章有5人 包括行政会议非官首成员 兼立法会议员林建峰 政府赞扬他就本港经济 多方面为政府出谋献策 港协企奥委会会长霍振庭 成功争取北京奥运马术项目 在香港举行获赞扬 其他获班大纸经分章 还有理大前校长潘中光 工联会荣誉会长林淑宜 以及企业家施智青 10人获金纸经声章 包括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范里申分着 新获委任为基本法委员会 副主任的黄玉珊 获银紫经声章有28人 今次获受分的也都有来自新闻界 包括获金紫经声章的资深传媒人陈淑薇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袁志伟 就获银紫经声章 表扬他一直坚定维护专业精神 6月初鑽石山荷里活广场斩人案 首持两张椅 阻置兇徒施杂的酒楼厨师 获班同英勇分章 他更加一度不想拿奖 后面经过朋友劝说 他说 其实你做这件事 做出来都是一种传递正能量 得奖也是一个传递正能量 我希望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就是做一些应该要做的事 帮忙 就是这样 一人一份力 十个人有十份力量 另外四名在现场的市民 准观而空仍然在现场 仍然为受害人进行急救 在事件中表现无私 获班受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娥报道 港车北上正式实施 截至昨晚8点 有125部私家车乘行 由容家认为过关手续方面 当局就说 会与内地协调简化申请流程 记者黎慧仪在珠海辉 彭先生趁港车北上开通第一天 全家总动员自驾去珠海一日游 港珠澳大桥上面港车不算多 彭先生说 在香港口岸和珠海口岸 查车和出入境手续 每边用了不用五分钟 他说在香港隔离了20年 第一次在内地又上阻落开车 转弯的时候都要望多眼 自己刻意地走慢一点 因为又不熟路 和一个新环境 最重要是小路出来 要清楚哪边是左边 哪边是右 在十字路口 分辨正确的行车线 也都不容易 你看到刚才 虽然很多车 其实都乱中有序 但是要留意有很多电车 就是那些电动单车 那些机车那些 在珠海一个大型商场泊车 入场用手机数二维码 顺利入场 没有重演澳车北上初期 未能够入场的情况 现时内地不少的停车场 都会用到智能系统 随着港车北上 珠海有关部门早前说 各停车场正在进行系统 升级改造 目求可以尽快自动识别 香港车两架车牌号码 对于有车主批评申请相关通行证审批困难 效率慢 运输及密劳局说会继续与内地协调 希望简化流程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宜在珠海报道 在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一系列展览 讲解中国共产党历史 吸引不少的游客来参观 纪念馆也邀请了一批小学生见场 有解放军官兵来到参观 一大会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一定会紧抓实战练兵 不断锤炼各项军事技能 切实把建党精神传承好 发扬好 北京这间中学 邀请了人民子弟兵 以朗证短剧等的方式 和师生重温中共建党历史 暗辉的许家贫革命烈士领元 有百多名师生在这里重温入党世事 学生向先列骨弓置业 多地也都举行中共新党员宣誓儀式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播导 星岛日报社论 欧盟上星期四同五举行峰会 会后声明表示 将继续减少对中国的关键依赖 在必要和适当情况下去风险化 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高调反击西方去风险化论调 去风险化靠诸西方之前力推的和中国脱欧 看此搞温和 但对中国更加阴选 因为去风险化定义模糊 美欧仍然可以借此推动和中国脱欧 为了反制 美欧反华政客 中方积极呼吁西方企业发声反对去风险化 明报社评 刚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昨天起实施 这个项被称作 《中国外交基本法》的法律 虽然条文只有6章45条 但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系统规范外交活动 填补了法治领域的一大空白 标志中国发展对外关系进入法治化 制度化的新阶段 该法为中国外交方针和体制定下大原则 首度将保护海外利益 明确写入法律条文中 构建起中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基本法律框架 转讲一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一周年 即将展出新一批由北京运来的文物 同其他馆床一样 两位文物修复专家 会为文物的状态和展出的环境等等 每件独立评估 一起看一下 穿越千八年岁月 再次映入万众的目光 香港故宫今年2月起 举办首个以自身管床为主题的特展 展出超过200套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金器 当中一件唐代头饰 修复过程就令到香港故宫 藏品修复主任感受最深 香港故宫大部分珍宝 由北京故宫或者海外的博物馆外借 来香港之前一早已经修复好 要确保文物以最佳状态展出 香港故宫两位藏品修复主任功不可没 大家在展厅里面 其实看到的都是文物光鲜亮丽的一面 其实不光是大家传统想象中的修复文物 更多我们做的是一个保护的工作 比如说像在展厅里面 我们会一直监测这个环境 让我们借展的这些展品 还有我们自己的藏品 处在一个最佳的最安全的展览的环境之内 由国保级陶瓷书画 到法国罗浮宫 列支敦士登皇室真品 过去一年先后在香港故宫呈献 民物能够顺利来 安全走 事情的评估方案也都很重要 过去的一年保证了一千多件珍贵文物 在我们馆中这个零事故的一个记录 我们在尽管之前对它的状况 各方面的情况都是有一个详细的记录 到来的之前还有包装运输 我们都会根据每一件文物的状况 给它有一个运输和包装的方案 来这边以后上展支架各方面 包括还有一些幕后的一些准备 包括对一些文物的一些处理 或者是一些加固 我们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说 年底会举行国际文物修复研讨会 加强本港和内地 以及海外的文物修复专家交流 提升本港在文物修复的经验 和技术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道 各位早晨 爱庸佳瑶 高铁西九龙站昨晚一度发生讯号故障 历时至少半个小时 四班来往福田和深圳北的车池要取消 超过十班车池要延迟 有乘客不满安排混乱 港铁宣布逐步恢复通车之后 全部杂机仍然封住 有大批的乘客在这里等候 未能够进去 港铁在夜晚大约7点半宣布 西九龙站附近有信号故障 高铁列车服务受阻 大约半个小时后宣布服务陆续恢复正常 其实我们已经在地铁上往这边赶了才知道的 有点滞后吧 如果说就是你延误的话 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有别的处理的方式吗 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人是进去 但是现在出不来 因为他们的迁重问题是进去一次 不过有从广州南坐高铁到西九龙站的乘客说 列车组在挨慢6点半 在深圳北突然停止 等候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 仍然未能开出 职员最终安排乘客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继续等待 7点半左右他就登记了我们那个回应卡的资料 之后就给我们下车 就叫我们直接在深圳北站那里出门 本身他就说车站那边可能都会安排大家那些 车票那个退钱那个问题 他就说可能因为事发太突然了 所以就都安排不了 之后再处理 就算选择流度恢复通车 来到西九龙站又遇上战机故障 要经另一条通道离开 我在惠州下来的 迟了起码都三个小时 下来后原来电梯又坏的 这个集团又坏的 搞笑一点 在那里举着香港人是回乡证的 但又说我真正不合格 班次延离可能出不了 应该全部人出不了 港帖说受影响的乘客 如果想安排退票 可以在30日之内到12306的线上票务平台 或者到西九龙站办理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道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6周年 香港哥尔夫球会昨天举办同乐日 市民可以用特惠价打高尔夫球 过八年历史的粉令救球场 七日免费开放 香港哥尔夫球会以特惠价26元 给公众人士打球 相当之优惠的价钱 差很多倍 刚才说之前都是超过1000元的一场球 现在用26元打 就非常合意的价钱 如果有些例如回归 或者国庆的节目日 或者其他的节目 我想可以做多一点的 我想可以有多一点的 高尔夫球的爱好者一起参与 市民也可以慢步救球场 欣赏多种本地的古树 而在多功能体育场 就有庆祝回归的五人足球赛 不少家长就带小朋友来放电 政府九月将回岸计划 收回粉令高球场 32公顶的土地 当中大约9公顶 会兴建大约1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 一方面我都很明白 现在香港本身土地很短缺 其实社会的确是有需要 来兴建房屋的 但是另一方面 高尔夫球会 其实都有过八年的历史 尤其是这个九球场 其实这个很有历史文化价值 但是如果当社会有需要的时候 政府可能都一意孤行要通过 也没有的 就趁现在有一打 又来打一些 成规会早前举行五场公听会 收集公众对土地用途的意见 但是仍然没有定论 会再举行闭门会议 和公布审议结果 无线电视机制中卓希报导 为了配合发展收地 曾经有不少传统制造业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搬迁而结业 而上水有一条着士游村 村里面的一间像园 面对着同样挑战 随着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推展 上水古洞的石仔岭村 预计最快春年年底就要收地 村里面有四间像园 大部分前景都未明 我们很快要收档 这里收地 那个地方都不知道去哪里发展 去哪里发展 董才 实际上有的 大家不知道帮他哪里 老实际上只有这么多人 这一间像园还想做下去 但最后找到地方下 这里就是我们命脈之一 就是我们的发酵房 这里就是在做黄斗的发酵 所有的 无论是豉油 醬料 都要由这里开始 我们现在这里的空气里面 都存在着很多发酵用的裙 属于这里的原居物 它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气温 湿度 他说这些菌搬到其他地方 可能会产生变化 从而影响了酵油的味道 另外也要预留位置 给这些酵缸 其实这些缸 叫做一间醬油厂有这么久 它就有这么久了 起码都七八十年历史 他说和化学醬油比较 它们的醬油要天然生晒 最少要晒半年 才有足够时间发酵 在找地方搬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有没有地方生晒 搬进工厂第一件事就已经是 做不到生晒了 因为工厂你未必 每次有个天台或者平台 给你搬一次厂 绝对是元气大伤的 无论是金钱上或者是人力物力上 全部都是非常劳斯动众 其实我未来的十年 其实都是要用来会气 但他说未来仍然会积极稳地 将这个香港制造的家业 传承下去 母线电视记者 明报社评 刚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昨天起实施 这个项被称作 中国外交基本法的法律 虽然条文只有6章45条 但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系统 规范外交活动 填补了法治领域的一大空白 标志中国发展对外关系进入 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该法为中国外交方针 和体制定下大原则 首度将保护海外利益 明确写入法律条文中 构建起中国法律域外 适用的基本法律框架 东方日报社评 房屋问题一直困扰特区自身 现届政府摆出有违姿态 可惜讲多做小 而且走不出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的侧谷 蔡依陈茂波早前表示 有意再放宽首置人事按揭乘数 但又拒绝调整楼案压力测试要求 对于协助边缘市民上车 有关政策显然智商矛盾 港府一方面计划再放宽首置人事按揭乘数 以欲协助那些梦梦的边缘市民上车 但同时不愿意放宽楼压測试 好听一点是稳健做法 直接说即是不做不错 到头来那些边缘年轻人都是无法置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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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